我们今天要做焖烧罐料理 我们今天用的是多样屋的保温壶 它其实是一个保温壶 然后它有两个很漂亮的颜色 它的里面是316的不锈钢 这个代表什么 其实我们平常用比较多的是三零四 316就代表说它其实是可以用牛奶 用咖啡或者是 柠檬水 它的口径也会比较大 然后你要清洗里面的东西也会变得非常的容易 它的容量是800ml 所以我们可以用它很轻松的做料理 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红色一个是 蓝色 都是有带星空颜色的烤漆 非常的有质感 我们今天的料理是 阳春粉丝 就非常 你在下班之后或者是你下午肚子饿了的时候你可以 非常方便的就用一个 这样子的保温壶 就可以非常快速的吃到热腾腾的东西 闷香罐料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你在做之前一定要先提前把它预热 所以你要先倒入一些热水 然后把它盖起来摇一下 我们等里面的热水大概焖个三分钟左右 我们把它打开然后把里面的热水倒出来 现在里面你就会看到它已经冒热气了 我们要趁着这个热热的时候把东西放进去 粉丝 然后还有 菜 我们先倒热水进去 因为遇到热水粉丝很快就会 变软了 我们把它压下去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鸡蛋 我们打一颗鸡蛋 然后现在 就赶快把 保温壶关起来 我们大概会焖 5到8分钟左右 我们大约过去了15分钟左右了 我们现在来把它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 我现在就把它倒出来 你会明显感受到 菜都已经熟了 然后鸡蛋的话 给大家看一下 属于6分熟的状态 好 我们现在来 把它做一些简单的调味 我们加入酱油 然后加入一点醋 然后再加入葱花 这样很简单的一碗米粉 就完成了 因为它已经有 米粉 然后有一颗鸡蛋 然后还有 绿色的青江菜 简单的加酱油和醋 然后加一些葱花调味 你就可以很美味的享受这一碗 热腾腾的米米粉 就会好看 然后再放进来 然后再放入 用刷子里面 换入 我们下注的